我曾在16岁的时候问过自己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好,这里是最近身体略微不适的叉叉 上周我们讲了普通的四号木屠光太郎 本周我来讲讲真正的四号纯爷们稀骨稀吧 在排球少年的世界里 四号一般会基于每个队伍的王牌主攻手 他们或是一直坚定的球队灵魂 或是横刀立马,唯我独尊的攻坚猛将 亦或是能力不俗却甘心半军的带刀侍卫 不过终归这些选手都可以承担一定的攻击任务 而在屋野,那这穿着四号的男人永远不会是竞争的终结者 他没有出众的身高,没有厚重的身体 但你若问谁是这部故事里选手们认为最帅的男人 就目前已知的选票看来,这个男人遥遥领先 1995年10月10日出生的溪谷是天秤座 在西边的山谷落下的夕阳 是古管老师起这个名字时的寓意 虽然他本人至今仍觉得西这个字与西谷不是很搭 生日日期本身更多是为了与序相对 古管老师高中时期的球队自由人非常帅气 所以西谷这个人物包含着这份深深的经历 这份强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小时候的西谷是个爱哭鬼 他害怕虫子,小鸟,妖怪,陌生人,甚至是三轮车 他那潇洒的爷爷西谷阶南,不想让他的后代浪费着好年华 西谷为此品尝了苦苦的青椒 直视凶巴巴的狗狗 骑上了注定会摔得自己很痛的自行车 满身是伤的西却因此可以来到山坡的顶端 落日之灰撒在爷孙二人身上 杰南说,凡事都不求圣洁的人生,时间就白瞎了 所以什么都要去试试 西看着爷爷,可有的时候还是会害怕的呀 西谷家男人标志的笑容出现在杰南的脸上 那就摇银帮忙呗,咋这都整不明白呢 或许杰南就是在某个夕阳同样完美的傍晚 希望自己的孙子也可以如此不输正午的阳光般耀眼 于是给他取下了西谷西这个名字吧 在爷爷的帮助下,童年就进化完毕的西谷 成为了别人眼里的狂野男孩 世间闲有东西会再让他感到害怕 排球上的天赋也随之展现 接球对于他来说就是 so,啪,咚那么简单的三着你生词 他也有自信可以用下手完美地接到所有的球 影山到来之前,乌野唯一的天才就是西谷 跃倒到来之前,乌野最后也是唯一的防线还是西谷 所以当各有所长的高一新生到来之后 其实最该高兴的人本应是西谷才对 他的天才终于不会被埋没 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前往全国的舞台展示这份天赋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很多喜欢西谷的小伙伴都觉得 乌野最后没有继续打排球很可惜 这里卡卡也想和大家聊聊我的软点 内趋利是人会坚持某件事 并不断在这件事上取得进步的前提 西谷确实是排球的天才 但整部作品里 西谷却始终没有说过自己是深爱着排球的 甚至当续情绪低落暂别排球时 西谷说如果续不回来 自己也不想打了 这里我提一个最直接的爱排球的人的反应 当天满说自己不再打排球的时候 日向反而没有太多的失落 因为日向自己是愿意为排球这件事奉献全部经历的 天满对他来说更像是领路人 而西谷家的男人向来是想体验世间所有的愉悦的 排球之于西谷看来应该算是我做的还算不错的事情之一 所以我更愿意将西谷和之前讲到的天同归为一类 上天给了他们排球的天赋不假 但其实上天给的是让他们可以体验人世间所有去世的天赋 旭曾在影山接受国家清训队邀请时为西谷不平 也曾在毕业前和西谷聊天时 对于西谷不再继续拍球惊讶 就像我们也会惋惜西谷和天同一样 可上天给了他们好奇心和天赋 这样的天才是做什么都会小有成就的 所以故事最后西谷拿着鱼叉在意大利捕鱼 这么一看是不是和天同最后成为巧克力达人差不多 而且我也相信这不会是他们的终点 某天他们爱上了新的事物 他们还会立刻出发 反过头来说西谷为何在高中这三年选择了排球呢 既然不是对排球有非他不可的情节 那看来就是排球之外的事情了 善文就提及过西谷说旭如果不在乌野 而乌野赢球的话 他觉得那样的胜利他不要也罢 在西谷看来他高一加入的时候那只乌野排球部 输赢是全部人都要在一起的 在原下的回忆里 当他们同届的三人回到队伍时 西谷非常非常开心 或许你会说这是性格使然 但要知道西谷是排球上的天才 三位普通的队员回归与否 都不会影响西谷在队伍的地位 这里卡卡还想多说一下 西谷这个时候的头发是全黑的 但是小的时候 西谷前额的刘海也是金色的 嗯 想不明白 马屁之王日相叫了一声西谷前辈 你小子之后训练的冰棒我都包了 岳岛与西谷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他们二人一前一后 才是乌野防御最立体的阵型 所以很多时候西谷赛场上 都会和岳岛有特殊的信任 西谷也经常主动鼓励 或者感谢岳岛给防守带来的帮助 还有一个小细节 西谷是排球少年饭量第三多的人 岳岛是剧情里饭量第三少的人 西谷在集训时 每次都会要求岳岛多吃饭 这是两个人关系好的体现 当然有的时候岳岛不吃饭 还要开嘲讽的时候 西谷也会上前摘掉岳岛的本体 西谷也和田中同样尊敬大帝和坚援 当然虽然嘴上他会鞭策 比他高一年的序 所以卡卡我的主观分析是 西谷高中坚持排球最初的原因是 他是个重感情的人 就像他最喜欢的自由人的位置一样 这支队伍如果想去全国 那我西谷西绝对鞠躬尽瘁 守着乌野最后防线 但如果你们只想在县内 打着快乐的排球 我西谷也不介意 深爱排球的你们进行飞吧 去得分 去展示自己的实力 背后有我西谷西在呢 可我想令西谷没想到的是 这三年的排球生涯 也让他在友谊之外收获颇多 因为强大的男人最喜欢的就是 与别的强大的人交手 乌野正赛第一个劲敌 是三年级新模的伊达宗叶 手握赛点 但是日向不在前排 伊达宗叶试图再次摧毁少女王牌的信心 最后一球 旭的第一球被拦飞 西谷跑到后排勉强接下 旭和青春往上征球 后者将球力推下去 眼看这球来不及用手了 西谷深吸了一口气 用脚把球接到了完美的二传位置 然后他的眼里映着旭的身影 看见他这次成功推抬了铁壁的大门 西谷实现了自己对旭的诺言 也展示了自己控制身体的天赋 同时也在开赛时 凭借一手螺旋闪电 和你们往前看 背后由我守护 二口和青春都成了他的迷地 交手倾城 第二局青春拿到全场赛点时 集穿大力且角度刁钻地发球 大地做了出接球外最喜欢的事情 西谷成功接下 并且帮助队伍扳平了局数 第三局决胜阶段 集穿脑海闪回扭倒 致使发球略微偏高 这时候 一般选手宁可硬接下来 也不敢随意瞎判断 西谷潇洒甩投 球果然应声出界 虽然这场比赛青春赢了乌野 但整场比赛 集穿都没在西谷身上占到一点便宜 心理上西谷甚至略压集穿一些 东京远征 西谷尝试后场起跳变成二船 这招也成为日后乌野不同阵容 都可以采用全面进攻的保障 新技术也能快速领悟 西谷对排球的悟性不愧是天才 新体积的全面提升 也为之后面对墙体做好了铺垫 能力提升之外 西谷也再次品尝到自己旧派遗忘的兴奋与恐惧 面对此时可以说是全国第一的牛岛洛丽 答应前辈三球开始习惯 他绝不失言 当然习惯之外 他也做不到每球都能接下 牛岛第三局最后一扣 将西谷击倒凝视着他 西谷罕见的在赛场上被逼出了凶狠的表情 不管怎么不甘心 身材高大的人确实在排球比赛占据优势 况且眼下他就是最高大的 但是自由人不受体型限制 能和他平起平坐的只有我 这句话也是我认为不逊于木兔王牌心得的王牌发言 第四局白鸟则手握冠军点 扭倒大力发球 大帝再次的熟练的喊着 乌野成功死里逃生 决胜阶段 大帝都有些顶不住了 白布的擦网发球 细鼓飞身旧气 古色面对这个机会打了一个探头 倒在地上的熟谷原地扭身 接到了这个探头球 这颗神仙般的旧球不仅点燃了全场 我想除了扭倒之外 其他白鸟则的球员 应该都会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扣球成功了 熟谷回应了自己赛前的喊话 他白鸟则有扭倒若栗 那咱们乌野就有我熟谷熄 这种酣畅淋漓的发挥带队获胜的感觉 我想熟谷应该会非常难忘 春高上天花板发球让大帝和旭都面露蓝色 熟谷则是第一次接就完美做到了回应 这对他来说仅仅是练手的难度吧 第二轮面对公佑的跳飘 熟谷时隔多年 再次回想起曾被恐惧支配的自己 或是快速来到脸前的跳飘 或是球路突然变化的跳飘 尚且没有自信的上手接球连续丢球 就连自认为无解的下手都无法应对了 他向这群好兄弟坦言 自己久违地感到恐惧 不过爷爷说过 害怕了就叫兄弟来帮忙 当年他为木下他们三人的归队欢呼 这次当他驻足不前 木下对他喊着 向前啊 总让队友别害怕往前看的西谷 这次在队友的鼓励下迈出了那一步 而这一步之后 龚佑再也没有瞄准西谷发球跳飘球 那个无法被针对的男人 这次上手也熟练了起来 至于决胜局道合棋24比22领先拿到赛点 田中扣球被拦网 他又双弱灼一次伸手救了乌野一命 大地都懒得喊你喜怒鸭了 你没习惯了吗 后面乌野与猫的拜年纪比赛 他和自己最尊敬的自由人叶九 也迎来了输球就game over的交手 飞扑过头脚后跟结球这样的操作 西谷证明自己是完全不属于古森 和叶九这种国家队级别的自由人 此前影山提醒他结球后 不挡攻击手线路 他已经驾行就赎 顺便还把本世代的小巨人星海 还有不动输神的心脸收编了 祥阳退场 光来超越三人篮网的超手扣球 西谷的下手这次没能挽救乌野 赛后他半开玩笑的对旭说 这种只有我能接到的球 我却没能接到 我真的更伤心了 古管老师让这只乌野的青春在这里落笔 如果换成别人丢掉这一球 那这人可能一辈子都会想到这里 然后伤心难过吧 所以古管老师选择了这只队伍最爷们 也是街球最好的西谷来承担 这既是古管老师对别人的温柔 也是古管老师对西谷西这男人的信任吧 如今我偶尔仍然会问自己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泰格尔曾暗示或许是飞鸟与鱼 不过当我看到西谷西抱着箭鱼时不禁感叹 不知道泰格尔会不会被这只敢爱敢恨的天才乌鸦 气得活过来 或许曾经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朝阳与西 矮小强大的落日余晖 把飞翔的自由 让给脆弱却高大的勃勃沉袭 但也或许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最遥远的距离 某日朝阳与西在地球的极北之地会合 然后要去埃及打迪欧也说不定 西谷的故事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上一个时期里感谢大家的陪伴 全新时期的第一期故事讲的是诺雅 希望这充满勇气的一章 可以让我也乘风破浪 最近身体确实也出现了些小状况 下周能否更新 还望大家留意B站的动态 下期也请一定要回来看我哦 拜拜